大家好,又來到焦點直播,吳佩夫完期述儀節目的時間 螢光幕,我們繼續見到主角吳佩夫師傅 大家好 師傅,我們上集講完講者,講完娛樂事,不如我們再做一些正經事 我們講一講,未2019年下半年,香港的命運會怎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6、7月我們經歷了很多事情 官密論是大家表達自己的意見,甚或是有些衝擊的事情 受傷或是一些傷害,我們是絕對不想見到的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可能發表意見的自由 只不過我們從玄學的角度去看看 究竟我們現在身處的香港,未來的下半年究竟會怎樣 說到這些問題,面色一沉 首先我們做玄學家的其實沒有既定的政治立場 至少我自己本身來說,沒有一個既定的政治立場 有時候社會上很多不公義的事 我們看在眼裡,當然我們做人本身有些宗旨 你說我們對政府是否有不滿呢 我相信任何人做特首都會有不滿 因為本身是制度的問題 以玄學角度來說,林鄭本身來說 我們說今年事業的衝擊相當大 所謂的衝擊就叫刁官 刁官罷職 你說刁官罷職就會下台 以我用上學去看,或者用玄學的看法 和我們看八字的看法 在今年來說,也有很大機會會下台 而下台的衝擊很大機會 因為八字本身來說 是一個有金 有金這個月份代表了9月10月的情況 9月10月的情況 事業上是一個關位 即是今年 似乎是有一種下台的情況 當然,9月10月當然他辭職未定 或者被迫辭職未定 但有時也會有一種政治形勢的考慮 就算他怎樣拖也好 他可能會拖過今年 明年來講,因為是更子年 香港八字回歸 我們會有一個八字 即是香港回歸的八字 我們看法 在子年來講,也是一種重新的起動 也是用神 也是香港命運的用神的提升 明年來講,社會形勢 也會有好轉為一個新的氣象 2020年 所以,就算林鄭今年不下台也好 也拖不到去年 哦 是一種新的氣象 既然是新的氣象 新官上任 他這只是一個叫做願令州官 是吧 他這個地方特首 願令州官 而這個地方本身 他的用神官運 在春天上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而林鄭本身的八字 在2019年 9月、10月裏面 形勢上是很差的 所以他不走路就可以了 哦 OK 可能他已經遞信了 會下來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是 那未來呢 有很多人呢 就在這段時間 經常問我 嗯 就是我們當然 這一集我們錄影的 啊 那麼 現在來講呢 也是在那七月中 嗯 很多事情都未發生 啊 已經很多人問我 六月開頭 問我 問到現在 就說 香港這樣 未來形勢怎樣啊 我老婆常常逼我移民 天天叫我移民 OK 我說我不會移民的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是 嗯 共產國家 但來說呢 亦是會有向民主的方向 嗯 那接下來呢 就來九雲 也是民主 會是比較 是 開明的 OK 我相信 不會說真的 極權下去 會一路一路 會好的 香港的情況 OK 好 我問得 深入少少了 我想請教一下 那有沒有 知道 看不看到 香港可能 接下來 這下半年的 經濟會是怎樣 啊 今年是會差一點 嗯 即是2019年 本身來說 今年是會差一點 啊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呢 今年來說 香港的運 各方面呢 它的氣運呢 都是跟 香港的掛是相重 因為本身來說呢 是 今年來講 是一個 乾障 嗯 而我們香港剛剛呢 就是我們在順放 順掛位 本身來說 一掛就已經是相衝 嗯 掛已經是相衝 因為錢呢 就為之官 嗯 也可以代表警察 嗯 警察 所以今年來說呢 就是官和民 大家是相衝 嗯 所以經濟呢 你怎樣好呢 嗯 心情都不好 OK 你經常都要去遊人去示威 嗯 或者是看到一些很不公義的新聞 嗯 嗯 即是市民受傷害 那你怎麼能夠有心情去消費 嗯 是吧 所以就會有這種情況 OK 師傅 講完經濟 或者講一講民生的事情 以我所理解 11月24日好像 就是區議會選舉 如果我聽師傅你這樣說 下年可能是有很多事情會變化 嗯 其實是不是暗示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可能有很多區議員是不能夠自動當選 是不是呢 但願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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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是 如果這樣說法呢 你亦提醒我 可能真是因應氣雲 所謂的氣數 變天 嗯 會變天 亦是大逆轉 OK 將那種大比數 或者是 民意 會抬頭 OK 所以 可能真的很多人會出來 以前不投票的都會出來投票 嗯 會改變了那種比例 因為正如師傅所說 我們現在錄警的時間 其實是7月中來的 前幾天就有一宗新聞 你知不知道7月2日 截止那個新選民登記 多了 好像多了30萬人出來 多了30多萬人 好像 是的 所以這個數字很強 這個數字是 是厲害過以往 這麼多次的登記 相信都會 如果這樣是一個好事 嗯 始終來說 每個人都喜歡民主 不論你藍絲好 黃絲好 誰不想民主 是吧 誰喜歡做奴隸 喜歡被人壓迫 是吧 我相信 未來香港一定會好 大家有信心 嗯 不要經常想走 要守住 OK 好 那師傅 好了 知道民生了 不如我想問一下 外圍一點的東西 始終大家都理解了 其實現在的地球已經不同了 那些資訊 科技也很發達 所以外圍有很多東西 可能都影響到香港 我想理解一下 貿易戰 接下來對香港的影響 究竟是有多大 或者是是好是壞 貿易戰呢 今年的年頭 我們都會用一個計算方法 寫了文章 就說 貿易戰是一定會發生的 美國一路會加大 不會這麼容易談一談 嗯 嗯 中國也不是這麼容易妥協 對 我們中國不是這麼容易 但是大家正在過力 當然 那你對香港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嗯 那你如果中國是有損失的 那也是香港真的有損失 根本 也不會說 美國好 香港好 絕對不可能 人家紅蘇綠眼 你會真是你爸爸嗎 嗯 那當然 我們也要自強 嗯 是吧 啊 啊 居安思危 嗯 不要說立聯的投資 就是未來 還有一段苦日子要熬的 嗯 但是 2020之後 開始會好 我覺得 就是可能會 逐節呢 就會妥協 會談得怎樣 OK 我相信人會攬炒的 嗯 嗯 就是 我相信中國 就是我們阿爺 也不是這麼蠢的 嗯 以和為貴 會談得怎樣 OK 但是這半年 或者這十個月 可能是會 是非麻煩多些 OK 會這樣 知道 師父給了很多建議給我們 OK 我想再問一下 除了貿易戰 還有 最近聽到阿爺經常說 大灣區 其實大灣區 對香港的影響 會不會 可能在今年 或者可能 原來 噢 沒那麼快 再遲些 才影響到香港 大灣區的情況 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 我相信 嗯 也不會 動到香港的根基 嗯 可能是幾年後的事 不用太多擔心 即是 可能是 說得逐些 他有他行 我們繼續做 我們自己 應該要做的事 沒錯 反而擔心明日大嶼 噢 明日大嶼 師父開了這個 topic 我遲些 我再請教師傅 OK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的吳佩夫師傅 多謝 拜拜